我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日本领导人将台湾公然称为所谓的国家 这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严重违背日方迄今多次做出的 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郑重承诺 中方对日方的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立即做出明确的澄清 消除业已造成的恶劣影响 并确保不再发生此类情况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事关两国间的基本性 事关国际法治、政治 我们严肃敦促日方 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守诺 谨言慎行 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